走路过来比较到而已 就被打了 被打了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应该是地方的二爸吧 受伤男子躺在地上 头上流血的跟远景对话 到底这名男子为何遭到毒打 监视器画面拍下 两名男子不断争执 互相推起的情况下 一名男子被在摊位上的男子 推出摊位外面 直接跌坐在地上 46岁的实性男子和友人 张姓男子到吉安乡 人理工有停车场 一楼摊商区的烤鱼小吃摊 喝酒用餐 实性男子才刚点完餐点 突然就有两名男子走过来 双方发生激烈争吵 监视器画面中 身穿紫色衣服的男子 不断朝实性男子咆哮 接着再回头 动手狂殴实性男子 甚至直接打飞到马路上 接着徒步离开现场 远景到场后 发现实性男子头破血流 赶紧将他送医治疗 并询问附近店家 却都说没有看到 连发生逗殴的烤鱼小吃摊老板 说并不知情 对方最动手殴打实男 造成取脸部头部及手脚受伤 不过两人到案后 不断否认有打人 警方将进一步约谈 烤鱼店老板到分局厘清案情 囚信摊商卖腿酷饭 跟烤鱼店只相隔一个摊商 为何与隔壁烤鱼摊的客人 发生冲突 警方也还在厘清 通知新闻黄一鸣花莲报道